另外由台湾体育总会主办体育署协办的109年 庆祝国民体育日全国基层体育有功团体及个人的表扬大会 是在宜兰县的罗东正举办 而花莲市长魏嘉贤也获得了推展社会体育有功个人奖 魏嘉贤也是这一次大会唯一地方首长的获奖人 市长魏嘉贤也承诺会持续的努力 让花莲的运动风气可以更加的蓬勃 109年国民体育日全国基层体育有功团体及个人的表扬大会 是在宜兰罗东来举办 花莲市长魏嘉贤是这一次大会唯一地方首长获奖人 魏嘉贤从担任现议员到现在的花莲市长 对于体育运动的推广是不遗余力 除了原有的体育赛事外 更推动了期待生存 沙滩排球 街舞以及战斗陀螺等新型的赛事 而连续主办六届的花莲太平洋重骨马拉松 每一年的参与人数都在6000人以上 不仅促进了城市观光旅游的盛况 也获得了台湾体育会的肯定 魏市长他从当议员代表他就是为我们花莲体育 不管足球很多活动 他就是非常热心的来推荐 推动这些活动 而且在我们全国所办的大活动 全国建主他都有参与 而且在这次全国全民运动会里面 他也是为我们花莲县进了很大的功劳 我们再加上十字民运今天来接受我们全国表 我们非常恭喜他 市长魏家贤获奖时感谢大会的肯定和民众的支持 尤其要谢谢体育署长期以来 给予基层体育界的补助跟支持 让地方上许多的赛事能够顺利的来推展 那我非常感谢我们过去在体育界付出的 所有的老前辈的一个指导 那我们也推广了非常多的运动赛事 像马拉松 像街舞 像篮球 像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健走活动 那都促成了我们非常多的全民运动的一个概念 那也谢谢我们全国体育总会 还有体育署的一个看到 那来推荐加贤成为我们工程员的一份子 那未来我们会秉持着运动家的精神 继续推动各项全民运动 让每一个民众都有一个非常固定的运动习惯 魏嘉贤表示未来会持续的争取更多的经费 优化运动选手培训的环境和待遇 也希望借着体育赛事的举办 让花联市体育运动水准提高 让市民更健康 也进而达到运动观光的目的 让花联市真正的成为健康运动的城市 记者刘明胜花联市报道